中共徐州艦陷增臺灣周邊海域 但鏡頭拉遠一看 這是我國海軍填南艦貼身警笛 兩軍距離近到肉眼就能辨識 面對共軍在東北戰區出動45架戰機 外加9艘軍艦動和臺灣 我國海軍不止持續徵搜 經過號IDF戰機也緊急撐空 應對突發狀況 但中國不光秀肌肉舞嚇臺灣 中國官媒似乎也在配合 進行文攻 反如觸頭 臺灣當歸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 19號深夜23點37分突然在微博 貼出一張寫著簡體字龜的圖片 但龜字最左邊的那一點 還用臺灣的形狀代替 上頭更標記著臺灣回歸 發文留下 台獨勢力是逆流是絕路 祖國必須也必然同意等字樣 果不其然 中國牆內的網友 又再次嗨了起來 除了有人引用已故 中國南開大學教授艾耀錦的話 來佐證這種說法 更有中國網友自嗨 以中國高喊要在2035年 讓北京到台北的高鐵通車計畫推算 認為2027年以前就得要完全統一 未來2035年兩岸通車後 我們就可以導航往返臺灣省了 只不過牆內的小粉紅害翻天 牆外的中國人卻清醒不少 除了表示中國 又再次挑起民族主義 轉移注意力 更說沒過年過節 怎麼高層又突然發狂 還用戰狼趙立劍的話 表示要拭目以待 中國根本整天都在亂 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中國當局儘管口號喊的真心作向 實際上恐怕只是雷聲大 有點小 三零新聞 維尼中報道